这就是娱乐城的建筑工地 就这儿 糟蹋 这么好的一块地 荒废了一年多 要是你爸在的话 肯定会心疼的 说实话 宇峥 我挺佩服你爸的 有如此勇气接下这个盘子 看得出来老雷总当时的野心 这个项目 当时的确是鸿堵鱼石 娱乐城的设计规划我看了 现在工地我也看到了 虽然时过进迁 但是看得出来 老雷总当年的魄力 他是想为宇天立一座封碑啊 宇天是我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 换句话说 就是他的生命 他对环球娱乐城的付出 远远要比我这个儿子多得多 我估计啊 环球娱乐城这个项目 在他脑海中呈现过无数次了 可惜 他看不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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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啊 等会多看我 他看不到了 我们让我看不到了 这个项目 那眼看到 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丹宇峻 担任宇天集团董事长助理一事 请大家拒手表决吧 雷宇峻涉嫌泄漏内部消息 被拘役过 按照法律规定 谈一个五年内不能担任高管吧 各位 我简单地说两句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雷宇峥 确实不能担任 上市公司的高管 但是 没有说不能进入公司工作 所以 雷宇峥担任董事长助理一职 我投赞成点 我投赞成点 那就全体通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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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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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